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苦瓜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蔬菜 尤其是到了夏天 苦瓜更是成为了餐桌上的常客 苦瓜的烹饪方式有很多种 比如炒住吃 凉拌住吃 或者做汤等 都能够充分展现其特殊的滋味 但是苦瓜并不适合所有人 哪些人平时最好少吃苦瓜 吃一些苦瓜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 不妨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了解苦瓜的营养成分 苦瓜营养丰富 含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及少量脂肪 并含多重维生素 胡萝卜素 烟酸 心 钙 铁 磷 锡和钠 旋寒酸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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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据测定 每100克苦瓜中含蛋白质0.9克 脂肪0.2克 碳水化合物3克 维生素C84毫克 钙18毫克 0.29毫克 铁0.6毫克 还含有胡萝卜素 硫氨酸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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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酸 2. 美容养颜 经常吃苦瓜,也可以增强皮肤层的活力,改善女性脸上长斑或长痘的情况,加速伤口的愈合和肌肤的新生,使皮肤变得细腻光滑,具有美容养颜的效果。 苦瓜所含的苦味素也有利于分解并吸收人体内的脂肪,达到减肥的目的。 因此,想要瘦身的人可以多吃苦瓜。 3. 预防中暑,提高抵抗力 很多人应该不知道,吃苦瓜是可以解暑的,主要是在苦瓜中有人体需要的维生素C和B1含量,能帮助大家改善中暑,暑热反渴,结膜炎等不适症状。 常吃苦瓜能预防坏血病,提高人体抵抗力,也能保住大家保护好心脏。 4. 减肥瘦身 苦瓜水分多,碳水化合物少,并且每100克的苦瓜仅含有0.1克的脂肪,能量低,还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,完全可以作为减肥饮食中的一部分。 5. 帮助我们补充水分,增加饱腹感,促进肠胃蠕动,促进消化,润肠通便。 5. 降低血糖 苦瓜的新鲜汁液,不仅含有苦瓜带,还含有一种感觉类似胰岛素的物质,具有良好的降血糖作用。 所以,苦瓜是糖尿病患者的福音,苦瓜可谓是糖尿病患者的理想食品。 苦瓜不能随便吃吗? 医生,三种人平时尽量少吃,看你中招了吗? 1. 缺钙人群 钙是组成人体骨骼和牙齿的重要成分,如果体内的钙元素缺乏,非常容易导致骨质疏松甚至骨折等问题。 此类人群适合多吃一些富含钙质的食物,而对于苦瓜则要少吃,因为苦瓜中含有草酸, 草酸汇阻碍人体对食物内盖的吸收。 2. 生理期的女性 苦瓜属于是一种含良性的食物,所以对于正处于生理期的女性朋友来说,是不适合吃苦瓜的。 一般情况下,处于生理期的女性身体本身就比较虚弱。 在这时如果再食用苦瓜的话,就非常容易导致湿寒之气入侵体内,很有可能会造成痛经或者是月经不调等问题的出现。 3. 孕妇 孕妇本身就是一类比较特殊的人群,对于一些怀孕的女性朋友来说,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和饮食起居。 孕妇是不适合吃苦瓜的,因为苦瓜当中含有一定的奎灵物质,这种物质进入体内之后可能会导致孕妇出现子宫收缩的情况。 不仅会影响到胎儿的正常发育,还可能会引起流产的风险。 如何挑选苦瓜? 1. 看表皮 苦瓜身上一粒粒的果流,就是判断苦瓜好坏的关键,外表的颗粒越大越饱满,代表里面的果肉越厚。 2. 看看个头大小 有人买蔬菜时,总喜欢挑大的,觉得这样的更成熟好吃,也有人总喜欢挑小的,觉得这样的更嫩。 有人觉得自己不能吃苦,认为大的太大吃不了,所以认为买小的好,殊不知挑选到了最苦的苦瓜。 3. 看颜色深浅 挑苦瓜时,我们还可以看下苦瓜的颜色,新鲜的苦瓜颜色是橙翠绿色,颜色越浅的苦瓜,它的苦味越淡,更容易让人接受。 朋友们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这影片对您有所帮助,也希望您也可以帮助我,点赞和分享给您的朋友,他们会感谢你无私的关怀哦。 有缘我们下一期限。